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在威胁也无法改变局势 所以只能认栽 富尔其之所以坚决放弃选择美方提供的爱国者导弹 同一开始就已经做好了详细的打算 首先 S-400的性能较爱国者更为先进 采用多种导弹可以对付从400公里的超远程目标到40公里的近程目标 同时具备强大的反干扰和反衍生能力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防空系统 套用土方的说法就是一套S-400顶三套爱国者的故事 由于美国在出国武器时屡见不鲜的藏丝和阉割行为 土耳其对于爱国者的性能一直缺乏信心 同时土耳其坚决地选择俄式导弹 也有以此向美方示威的意图 由于美国一直被认为是近年土耳其政局动荡的幕后黑手 埃尔多安政府对美国的态度一直相当不满 而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的某些立场 也使得土方感应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犯 通过购买俄国导战的方式 土耳其希望向美国传达信息 表示自己全非美国可以忽来赫去的小跟班 而土耳其接受S-400之后 对地区战略格局造成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土耳其也是北约国家 然而S-400与北约标准不兼容 美国便以此为强烈旅游地址 实际上是害怕由于装备内部可能存在的后门 导致美国军事机密泄露 另外由于执意选择北约标准之外的装备 土耳其此举加剧了北约的离心倾向 这也是美国所不希望看到的训练 更重要的是 国家之间的军火交易从来不是交钱交货 可以概括的简单商业行为 其背后一直存在相当浓厚的政治属性 作为时下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俄罗斯向土耳其出口S-400 本身就说明了在俄罗斯眼中 土耳其是可以信任的友好国家 而采购俄罗斯武器这一举动 本身就说明了土耳其正在向俄罗斯靠拢 这是希望借助土耳其力量 遏制俄罗斯对美国最不希望发生的局面 不过不管美国最终的态度如何 土耳其最终还是拿到了S-400系统 导弹事件背后透露的美土关系走向 正在向不利于美方的趋势滑落